理想主流化最终会盛开在浪漫主义的土壤里 我的热情永远不会熄灭在现实的平凡之中 我们终将深爱 阳光万里 我记得碰你的脸 我36岁学外语 41岁学电脑 46岁富高知诚 47岁总怎么讲它 不管从哪方面说 不但从来没当上什么时代的弄潮 我自己形容我是一个皮椎赶购班车的人 我自己形容我是一个皮椎赶购班车的人 听出的步伐 经时趋雲卤我孤单的方向 都一样的月光 怎么转 光 那雾云柔成团 像鲸鱼吻着浪 晚风吹起你拼牵的白发 抚平怀疑留下的疤 你的眼庄敏感交代 一生生化 这话可是变成的语题 变成的空间 变化成回忆 一生中的爱情 我仍敢参与世界之大 也沉醉与二世计划 不真真假不做挣扎 我们毫无忠义 我们身不由己 我曾爱他 所以我懂得 难免会沮丧的模样 变化成回忆 变化成回忆 在学校没人叫我做书学题 老师讲的课也越来越听不懂 压力越来越大 教室的板凳很硬 身边同学各个心肌 突然一委屈 真的好想你 在学校里 最可悲的身份 是那种既不是学霸 又不完全是学渣的人 他们听不懂课 作业不会做 只好以抄作业为主 不讨课 不捣乱纪律 为考试成绩着急 三分钟热度 又无奈于现状 又恨自己不争气 他们以最普通的身份 埋没在人群中 却过着最煎熬的日子 我应该怎么做 我总是很在意其他人的声音 你不需要怎么做 你只需要做自己 但我还是会忍不住 去听他们的声音 你的人生是他们的吗 不是 那为什么要在 这是你的人生 不是别人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 做自己想做的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下一站 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 不能绝望 就近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之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Rachel My Gonelin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